大家好,我们上课 前面我们讲了同步发电机有工功力的调节 有工功力的调节 这个调节有工呢,我给大家说了 实际上就是调节工角 调节工角就是调节原动机的动力因素 就是输出的功力 输出的功力,原动机输出的功力 最终,就是比方说发电厂 开大气门或者开大水门 就这样,调节道菜小 但是注意的是,在增大有工功力的同时 也伴随着无工功力的减少 或者减少有工,伴随着无工的增大 那么根据什么呢 根据无工功力的功效色性 我们说道菜就要增大了 口菜道菜要减少 所以K有值,就是无工功力就要减少 下面我们接着讲无工功力的调节 这是序 这个无工功力调节呢 第二个问题 我们说怎么样调节无工功力呢 怎么样调节无工功力呢 第二个大问题,无工功力 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有工功力 那么调节无工功力呢 是在有工功力不变的情况下进行调节的 有工功力不变的情况下 这个有工功力不变 那就是P或者PM就等于MU IA cos phi 这个应该是规范的 规范的写法 规范的写法 应该叫这个RA 比方这个公式 我们在这写的是A 那么小写的A 那么这个呢是MU A cos phi 那当然这儿呢还应该加个M 我们前面呢就写的M M呢应该是大写 就是电子功力 然后这个值 那么对于这个 它呢应该等于常数的 等于常数的 我们现在呢 把它往这边移一点吧 移一点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呢 这个值也是这样的 这个 这是个A IA IA呢乘上cos phi 它也等于常数 这个U供电流不变 那么然后呢 这个E0 乘上Sain data 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子考虑 就是把这个呢 用一个其他颜色的 来表示一下 黄颜色的 假如说就是这个 然后这边呢 我们也用一个黄颜色的 来表示一下 就是强调一下 这个概念 实际上和刚才这个思想方法 是一样的 一样的 大家看 就是从这个公式上看 等于常数 因为变往以后 MU是不变的 MU不变 XS也不变 因此就是 RA乘上cos phi 就是电数 电流乘上供应数 它是个常数 然后呢 这个E0呢 乘上 Sain data 也等于常数 所以PM呢 为常数 那么就这样 这样一来 我们在画向量图的时候 能不能保证 那这个等于常数 这个等于常数呢 我想回答是可以的 就这个思路 咱们现在呢 把这个图呢 这个看一下这个图吧 那么对于这个图呢 适当的放大一点 适当的放大一点 是不是这样子 把它 这样看看行不行 就对于这个图啊 这个RA乘上cos phi 什么意思啊 就是正常的例词 一般我们把正常例词呢 叫这个 就是U和RA是同向位 同向位 然后呢 根据电视平衡方程式 E0 等于U再加上DRAXS 就这个公式 啊 这个公式 那么我们把这个公式呢 代入 代入 啊 这个 比方说 我们现在呢 还是结束 那回到前边 我们看的这个电视平衡方程式 啊 电视平衡方程式 这个公式 有没有 这个 啊 这些 这些基本的公式 就是在画像量图的时候 最好啊 把公式写出来 啊 最好把公式写出来 写出来以后 然后呢 我们再去 研究它 比如在这儿 啊 在这儿 我们往 往下走一点 往上一点 然后把这个 复制一下 啊 复制一下 然后这个 回过头来 咱们来看 在这儿呢 用一个 咱们 呃 不不这样子 在这儿吧 粘贴 粘贴这个公式呢 放大一点 但是这个图呢 这个不要那么多啊 不要那么多 不要那么多呢 我们给它减 啊 减少一点 就是这个 这个字呢 啊 因为它太大了 这干脆把它 放小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 然后放大 大家看 这个 我们在写这个公式中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公式呢 这个 这个公式啊 这个这样子考虑 对应于这个公式 我们要注意的是啊 这里边啊 这个看不清楚啊 我们还是给它 画成 这个白颜色的吧 你看 这是个标点符号 现在先不要 那么这个呢 这个是电流 是吧 电流 电流这儿呢 给它加一个 加个值吧 就是加个小A 加个小A 加个小A 加个小A就行了 那么 这个思路呢 就这样子 我们现在呢 看一下 这个 你看 在画这个方程式里 这个画向量图的时候 这个向量图 就是这个啊 10等于U 这是U 再加上G Rax 这是什么呢 就相当于 叩差化 等于一时的向量图 红的 红的 对吧 但是现在呢 我说呢 能不能这样考虑 如果把力次电流增大 力次电流增加 那么就是说 这个电势增加 因为机械宣战磁场增加了 机械宣战磁场增加的同时呢 就是电势就增加了 电势增加 我们只能使 10乘上Sign Delta 等于常数 也就是这个 这个边不变 就是这个距离不变 那再往上去显化 也就是10呢 沿着这条线跑 或者10减小 就是IF减小 这次往这边跑 这就是说 保证了 只要10沿着这条线的规计跑 AB这个线的规计跑 就说明 10乘上Sign Delta 等于常数了 也就是保证了 PM等于常数 等于常数 那么 那么I呢 I是这样的 我们如果说 用这个 就是感性负债 感性负债 那么一定增加了 一定增加了 我们倒退过来 第一条曲线 是一定线增加 这是第一条线 这是第一步 我把增加 增加到这 这条线的这边 那么连一根线 这是第一 你写个一 第二呢 我们在这 就是围绕保证这个方程 是又在这不变 所以又再加上这个 那么是JIAE 我们把这个叫 RAE XS 连一个三角形 因为这三个加起来 是个三角形 对吧 然后我们把 根据这个方程式 我现在RA没确定 RA没确定呢 就是在这 定义为RAE 那么就是 这个JIAE XS RAE在哪 是不是和它差90度呢 和它差90度 延长过来曲线 然后通过这个圆点呢 做一个和它垂直的线 做一个垂直的线呢 就是JIAE了 JIAE 所以RAE呢 就在这条线上 但是RAE呢 在哪边呢 落到哪 这个落到这 或者落到这 或者落到这 那么我们要看这个故事 就是RA 乘上cosφ 这就是φ吗 U和φ的夹角 这就是φ角 那所以在这个位置 这就是U和RAE的夹角 是φ角 那么就是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蓝色的 这个B说话的向量图 包括这个U U是公共端 U是公端 我们呢 就称之为 这个感性负载数 感性负载 我前面说是过力 为什么叫过力呢 是因为这个力次电流增大 力次电流增大了 这个力次电流增大 那么电势呢 就增加了 力次电流相当于谁呢 电力系统把这个 纯电路负载 cosφ等于1的 这条曲线叫做什么呢 叫做正常力次 相对于正常力次呢 我的力次电流大了 大了 跑到这来了 就说明机械全身市场 机械全身市场强了 机械全身市场强了 切割定制老组 感应的每一项电视 就叫力次电视 或者空载电视呢 就大了 大了 大了 我们就叫做过力 过力次 所以相对于这个情况 这第一种情况 cosφ等于1 如果增加力次电流 就是我们说这条 这几条 这个箭头 画的降量图 我们说明一下什么意思 就是力次电流增大 这个 相对谁呢 相对第一种情况 力次电流增大 这个力次电流呢 是什么呢 是交流的 支流的力次电流 增大 说明写成小写 这种说明变化 这个10呢 就增加吧 10肯定要增加了 10增加到什么时候 增加到101 101 101增大了 RA也会增大了 也会增大 RA增大了 RA1 所以我们说 这时候的电数电流呢 我们看了 这个从这个刚才的曲线上看 这个RA呢 是什么呢 是落后于电压的 落后电压 所以我们说 这个同步发电机呢 除了供给有功功力之外 还供给电网 落后性的 或者是感性的 无功功力 这个思想方法 就是这样的 我们把这个 给大家 这个 这个写清楚 写清楚 你看 10呢 增加了 增加了多少呢 我们把这个呢 这个 给它取消组合 然后改一下 这个是101 往一边走一点 是吧 一边走一点 这个101 增加 101 增加到101 RA增加了 增加到什么呢 增加到RA1 把这往这边移一下 就是RA1 RA1 RA1增加了 说明这个时候 对应的向量图 红线 说画的向量图 那么 相对于红线 对于红线 说画的 是 我们叫什么呢 为过力状态 这个时候呢 就叫过力 这个过力呢 是个关键词 过力是个关键词 我们用什么来 什么颜色来表示 在这儿 用一个 用一个 这个 这种彩色的吧 彩色的 那么这就叫过力 过力 那么过力 这个呢 是过力 过力的时候呢 它呢 是对应于感性 我们还是这种颜色 对应感性的 无功功力 这是个很关键的词 很关键的词 那么 而这个呢 是102 102 如果说 把相对情况一呢 我们把这个 这个 力次电流减小 这个就叫 欠力了 欠力了 在欠力的情况下 我们也用这个词 来表示一下 那么 这时候 送出来电流呢 我们叫 IA2 IA2 现在呢 我们再给它 组合一下 这时候呢 就比较清楚了 就比较清楚了 好 现在把它放大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在过力情况下 过力情况下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正常例次 什么叫正常例次 就是上一张 上这个页 这页 上页 18页 那么 cos1 就是纯电路负载 U和I 相当于这红线 这个电势呢 增加了 那么电流也增加了 相对于这 电流增加了 电流也增加了 增加的部分 就是无功功力 如果通用到这上面的 就是有无功功力 增加的部分 是什么无功呢 是感性无功功力 所以我们说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说同步发电机 必然会输出 落后性的无功无力 它呢 产生的是一个 去磁的电数反应 为什么产生去磁电数反应 它自动不少了 过多的力次次次 这就是磁质平衡思想 因为你呢 过力次了 就是转子磁势增加了 转子磁势增加了 以后啊 这时候 为了保证气息 合成磁场不变 你的电数反应啊 那 合成磁场不变 就是电压不变 因为电压是 对应于合成磁场 对吧 对于合成磁场 因此我们说 那它是不变的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 啊 我们怎么解释呢 就是它呢 就是自动 相当于自动补上了 过多的力次次 谁呀 电数反应啊 这个就叫做过力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时候 同步发电机 除了啊 供给电网 有功功力之外 有功力就是啊 红色的那个RA 那么还输出了 多了一部分 那就是感性的 无功功力 或者叫落后性的 无功功力 那么如果说 力次电流减小怎么样 相对于谁 还是相对于正常 力次 这个红色的 相对于红色的 那么把这个 这个图啊 减少了 减少了一零呢 要是通常三一段 它等于常数 就是只能在这条线上跑 一零呢 比方减少到这儿 或者这儿 这个曲线滑到这儿 滑的有点太靠这边了 那应该画到这儿 比较好 那么如果一零在这儿 那么那么一零呢 环境线就在这儿 现在画到这儿 也没关系 一零在这儿 这叫一零二 就是一零呢 肯定减少了 为什么呢 机械相对上减少了 到这儿了 为了保证这个电视平衡 所以那么IA GIAXS呢 就在这儿 那么GIAXS在这儿的话 我们反推过来 这个IA在那个位置 IA呢 那么肯定和这个 差九十度了 差九十度 我们在这儿画到这儿 绝对不会在这儿了 IA在这儿了 IA在这儿说明了什么问题 两点 第一点 IA超前电压 说明它是荣性的 荣性的负载 相当于 带的是荣性负载 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IA呢 到哪儿呢 只能画到 不能画到这儿 也不能画到这儿 也不能画到这儿 画到这条线上 只能在CD这条线上 它的规矩 跑 为什么呢 要保证 IA乘上 扣三 φ 这个 IA和U的夹角是φ 刚才φ 加在这儿 现在φ 加在这儿 为了保证 有公共力不变 就是这个等于常数 所以呢 我的IA乘上 扣三 φ 等于常数 当然这个常数和这个常数 在这儿是不等的 那么 所以 这个RA成长靠三 法译就说 RA呢 就是沿着这条线跑 这个RA 所以 刚开始RA 这个时候是RA1 就是感性负载的时候 荣性负载是RA2 我为了区别 这个RA这儿 那么 这就是这个思想 那么说明了两点 我们现在总结一下 如果相对于曲线 这个下量图1 也就是正常的一次 我们把粒子电流减小 就是机械宣传磁场 弱了 弱了以后 这个电势便减小 电势减小以后呢 减小多少了 102 减小到102 那么这个102 对应的值 那么不变 就是刚才那个值 那么使得电数电流呢 不是减小 是增加 相对谁呢 相对正常的一次 它增加到RA2 我们看到了 所以 这个RA2呢 多了一部分 比谁呢 多了 你看 比多这个电流多了 多了 你看 你把它搓运过来 不是在这 那么现在多了这么长 多了这么长 就是说是荣性的 无功电流 就是还是无功 但是这部分电流啊 因为超前电压 电流超前电压 所以叫无功的 所以叫无功的 荣性的无功电流 那么这是我们怎么说呢 同步方面 你除了供给电网 有功功力 有功功力 这是这么长 之外 还供给 同步 还供给呢 这个电网呢 这个超前性的无功 或者叫 荣性的无功 这一个荣性无功 所以这里边 你们注意一下 我把这个词呢 给大家画一下啊 一个 这个词是比较重要的 我用红的来写 这叫荣性无功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我的粒子电流 变化了 这个电视也变化 这个变化呢 我们的邪体呢 就是变化的含义 邪体 那么这个电话 这个也在变化 我们也用邪体 说明它在变化 这儿呢 也是这样的 I 它是 这个 如果它是 不是邪的 它就不变了 那么这儿呢 也是一样的 这个是邪体 邪体 那么这个基本的思想呢 就在这儿 这个当然 这个电源电压 我们说它是不变的话 我们现在就这样吧 不再邪了 就是说 电数电流 增大了 增大到 I 这个时候的 就是荣性的无功 所以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对于同步发电机 在迁力状态下 这个它的无功的性质 无功功力性是 荣性无功 如果在过滤情况下 同步发电机的性质 是感性的无功 所以 现在的结论呢 就是这个思路 这个结论呢 就是这样子 我们最终得出来结论 它肯定是 在同步发电机 有功功力不变的时候 它的怎么样改变无功功力呢 实际上就是调节 转质上的直流的粒子电流 来改变它的无功功力的 改变它的无功功力的 是这个基本的思想方法呢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 好了 这是我们说 无功功力条件 怎么改变的 那么 另外一个问题呢 给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关于位性曲线 是IA和IF的曲线 IA和IF的曲线 就是这个曲线 你看 IA和IF的曲线 IF呢 表示直流的粒子电流 直流的粒子电流 那么我们定义一下 这个位性曲线是什么呢 就是在同步发电机 并往以后 调节粒子电流 这时候 电数电流 就是说 我们说这个意思 就是说并往以后 这个有功功力不变 有功功功力不变 你调节 粒子电流 这个IA呢 变化的关系 我们把这个曲线画出来 就是对应的 位性曲线了 位性曲线怎么画呢 位性曲线有个最低点 你看 每一条位性曲线 都有一个最低点 这个最低点 这个最低点 过的是什么线呢 这条线 我们叫功力因数 等一 电压不变的 一个调整特性的曲线 调整特性曲线 那么这个调整特性 我们在前面讲过了 讲过了 Cosfile等一的曲线 在前面我们讲过 这个参数特定 后边我们讲了 运行特性 就是一个是外科性 一个是调整特性 我说过调整特性 也叫调节特性 那个曲线呢 是粒子电流在前边 电数电流在后边 画质在曲线的形状 是这样 但是我们把坐标换一下 那么就得到了 现在的这个曲线 现在的曲线 那么相当于 纯电流负载的时候 这个粒子电流啊 这个是 是这样子 这个好像不对 我们把它 结束 那么 这小组合 咱们把这个字改一下 它有个这个值 就是这个值 就是如果 电数电流增加的话 这个 粒子电流增加 或者咱们这样子 这换一下 换到这个边 这边呢 换到这 是这样子 这样的意思 它是这个意思 我们现在先看看 对不对 就这个 这个相对于 扣三海等一 这个曲线呢 如果 这个名字叫调整特性 在最低点 我们对纯电流负载的时候 如果把粒子电流增加 那么 A呢 会增大的 为什么呢 这样是 补上电数反应的 去此作用 维持 端电压不变 因为调整 它就是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 做出来的 是不是啊 那么 伪到保证电压不变 转速不变 我单机运行的时候 我把这个 粒子电流 怎么调接 电数电流增大的时候 粒子电流怎么调接 使得 它的曲线 实在 带着电压 彭力 就这个思想 所以 粒子电流呢 增加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就叫过粒 过粒时候 那么 电数电流也是增加的 就相当于 现在这条曲线这样 比方说 有功务力等于零的时候 没有有功务力 这个 相对于这个 扣三法当于一 增加粒子电流 电数电流也增加 如果相对于这一点 我的粒子电流减少 那么电数电流也是增加的 也是增加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就说 这个扣三法当于一定要去下 如果粒子电流减少 减少 那么这个情况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来给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 就是说粒子电流减少 这个箭头错了 错了 我们把这个改变一下 改变一下 那么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呢 是减少的 减少的 减少 我们就把它 变一下 变一下 这个 把它去掉 去掉以后呢 咱们这样画 这是个箭头 箭头 我们画成这样的 画成这样的 再大一点 两磅 这个用成这个白颜色吧 或者这种颜色 确定 这是减少 是不是减少了 就可以了 然后这是什么呢 粒子电流 粒子电流减少 放到这 这个呢 就是电数电流了 那么电数电流 不是减少 它是增加的 增加的 我们把这个 这个符号 拷贝一下就可以了 复制 然后把这个 当时改掉 改成什么呢 改成 IA 改成 大系的 I 那么下标呢 是A 下标是小写 A A 当然 这个呢 应该是这个 这样的 大家看一看 是不是这个情况 这个I呢 不是减少 而是增加 增加 那么增加呢 我们给它 粘贴 增加 好了 这个符号 往这边一点吧 好了 微老师 它不变 情况不变 我们给它组合 组合 好了 就是这个 基本的思路呢 就出来了 就这个意思 你看 相对于 扣三块 增一 就是最低点 我如果减少 粒子电流呢 它的 这个应该是落后电流增长 叫这个电流呢 会增加的 增加的 但是这个不是落后 就是电数电流 应该叫电数电流增加 这个是叫电数电流 这个电数电流会增加的 电数电流增加 大家看看 使电数电流增长 因此 A呢 是增加的 那么 那么这个电数电流增加以后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是超前的 超前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是欠力情况 这个是欠力 欠力情况 因此这个图啊 画出来以后 你看 这个是欠力 那么对应的 就是荣幸的 荣幸的说明 除了在欠力状态下 同步电机 除了供给有功功力之外 就这条曲线 是有有功功力 这条件有功功力等一顶啊 这全部都是无功 因为有功功力等一顶 所以这个呢 是有功 有功电 无功电流 这是无功电流 而这里面 有功能是在这 那么再往上这个电流 那都属于无功了 无功了 这是这个同步电机呢 带了啊 额定功力的一半的时候 啊 作用的曲线啊 这是呢 额定功力的时候啊 这最低点 要经过扣三发业等一顶 这叫曲线啊 它的基本思想就是这样啊 也就是如果要增大输出的有功力 功力电流的有功功量增加 所以微信曲线呢 它将上升啊 上升 所以这儿呢 全部都是有功功力 有功功力 那么这上面呢 我们要讲这个的话 比方说这个 这个曲线的话 我们是这么说的 在过力状态下 就是相对于这个呢 力次电流增大了 它的电数电流 电数电流也会增大 增大了除了供给电网 有功的功力之外 还供给电网 感性的无功功力 如果是接力状态 就是以这条曲线为分界线 然后这边呢 都属于欠力状态 对于这条曲线 我们说在欠力状态下是 同步发电机除了供给电网 有功功力之外 还供给电网 超前性或者荣性的无功功力 这个曲线呢 就这么讲是解释的 就这么解释的 这就是我们这一章 说给大家讲的这个同步电机的 同步发电机的并网运行 我们就讲完了 讲完了 这个呢就是卫星曲线 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这个呢叫稳定极限 那么但是大家注意的问题是 这一点 希望同学们 这个做这个实验最好不要做 因为这个本身就是恶定电网 做这个实验呢 这个电流呢又大了 这就是加上无功电流 这个整个的电流呢就要大了 大了以后呢是超载运行 那这个电机呢 做这个实验一个 你要做的话要特别的快 如果比较慢 这个电机呢是过载运行 将降低电机的寿命 或者大大降低电机寿命 或者绝缘会烧坏 所以我们啊 这个电机呢 烧坏绝缘啊 所以我们说啊 不要求大家做这个实验 一般实验是做实验的 最多啊 做这个实验 而做这两个实验 也要啊 电流也不能超过额定电流 就是这个只要不要超过额定值 超过额定值呢 这个总是不太好啊 好了 我们下面呢 说一下这个 302页和303页啊 这个作业题 大家应该会做一下 这个同步发电机的题目呢 是这样 这个咱们先看一下 302页 302页 教材啊 302页 这个教材的302页啊 这个 就是18章啊 18章的题目 你们做一下啊 第一题 啊 第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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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题吧 第三题 这个 还有第五题 第六题 现在我想是这样啊 咱们 你们啊 工作比较紧张的话 你可以做 这个 第三题 啊 第三题 可以做一下 然后第五题 我觉得比较重点的啊 第六题 第三题 第五题和第六题 第三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这个一台三项的影集同步发电机并免一行 这个电压是400伏 是吧 400伏 然后发电机每项的同变卡是1.2欧姆 1.2欧姆 然后呢 定制脑组呢 Y接法 当发电机输出功力80千瓦的时候 80千瓦的时候 那么 这个扣散法等一 如果保持历次电流不变 减少有功功力20千瓦 然后呢 这个不及电阻压降求 此时的公角 啊 此时的公角 我想呢 你 还要求功力因素和电数电流 是吧 还有这个输出的无功功力 超前或者之后 这个题目呢 我想必须要做一下 这个题目还是 这个题目还是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 那么 这个 第一 这个第三个题 第三个题呢 公角呢 我想这么求 应该先把 这个正常数的10求一下 10呢 等于右 101点 啊 求这个 你即使同步电机呢 你101点 这个10的达太角 先求一下 先求一下 10的 这个这个 有效值求一下 啊 就是单向的 10就等于右 一点加上接 RA1点XS 用公式发求 引机日电机 求10 一定要用公式发求 比较简单 同时 把这个公角 啊 和它的有效值求出来 啊 那么这样的话 101点 就等于269.32 啊 30.964度 啊 电视呢 是269.32 然后是 辅角是30.964度 那么 我们在这儿呢 用的是269.32 这个重要的值 然后 当然呢 这么求呢 你用公角特性 公角特性呢 就是PM就等于 啊 PM就等于什么呢 MU10除以XS 冲上三元达太 然后求反函数 知道他吗 那么 呃 就是XS XS呢 上面呢 是这个 20千瓦 就是2 后边是 四个零 是吧 四个零 二后边四个零 然后再乘上1.2 再除以三倍的 啊 乘上 啊 230.94 那这个电视 电样 啊 电电样 把400除以更好 30 230.94 再除以刚才 那个 10 269.32 所以 第一个 第一问 公角呢 应该是七度 啊 这个教材上啊 这个 二 303页 303页 这个题目 啊 就是这样 这样求比较好 啊 第三题 这个 第五题 啊 第五题 给大家说明一下 第五题呢 还是用这样的方法 你把 10的求出来 10 啊 当然 当然 你要求的是 啊 第五题 要求的是 这个电磁功力 是多少 PM 和公角 这个电磁功力啊 我们先求电磁功力吧 啊 电磁功力 这个 额定运行状态 使得电磁功力呢 我想你先把电磁求来 最好用这种方法 把电磁求出来 电磁等于什么呢 电磁 就是引记是同步电磁啊 你就用电磁功方程式 101点等于右一点 加上接 IN XS IN就是IA 啊 这个IN呢 你可以用 啊 这个 它已经给了吧 或者你用公式法啊 呃 根据这个 啊 这个 名牌上的功率 那个表达式 把I 求出来 啊 求出来 那么完以后呢 你把这个 带 啊 带入 啊 带入这个U一点 加上接 IA XS一点 扣三法等于0.8呢 I呢 和U呢 落后了36.87度 所以得出来的结果 就是10 大小啊 有效值是3.5979千弗 3.5979千弗 它的道达值 就是29.278度 就是你用公式法啊 101点等于右一点 加上接 IN1.XS 这公式法 一举两的 就同时把10和副角求出来了 然后我要求PM PM呢 你可以 我认为可以直接用啊 这个根号3 UI 啊 UI 乘上扣三块 直接求出来 这个6000千瓦啊 6000千瓦 那么这个 这个直接 6000千瓦 你也可以什么呢 7500乘上扣三块嘛 千弗安是吧 7500千分之万 乘上扣三块 也可以直接得到6000千瓦 也可以用公交特性PM 等于XS分之三倍的U10 啊 三元达卡 也可以求这个值 对吧 也可以求这个值 好了 那么这是这个题目的第一位 第二位呢 说不调节 历次的情况下 将发电机的输出功率 减到一半的时候的公交 那么输的一半呢 刚才是6000千瓦 现在是3000千瓦吧 3000千瓦的Data 你代入公交特性 那个公式就求出来了吧 那么我求出来 结果Data是14.154度 啊 14.154度 啊 那么实际上就是和那个公交 基本上差了一倍 是吧 那么Cosan Phi等于多少呢 Cosan Phi 你先把Phi求出来嘛 Phi呢 是啊 我求出来是62.22度 然后 那就是在这个时候啊 那么对应的 这Cosan Phi 那么是0.466 08 啊 这个是这个值 这个第六题 我说一下 第六题呢 它是突击式同步发电机 并往运行 啊 这个XD XD呢 等于这个18.2欧摩 XQ等于9.6欧摩 是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 从同步电机啊 三项老组连接都是星星连接啊 都是星星连接 所以我们就这样 呃 呃 发电机的公交 那么你啊 计算出来 就是根据前面我们旧的方法 那么 等于21.408度 21.408度 然后每项的粒子电视 啊 10 那么你可以带入公式 啊 不是 用向量图求最好 用向量图 图即是同步电机呢 我建议大家用向量图求 求出来是13.0 225千伏 13.023千伏 也可以 然后求呢 最大电磁功力 最大电磁功力呢 我们那这个有些大这个粒子呢 也可能给大家求过 有些呢 这个粒子呢 有时候的方法不是太好 你们最好看啊 我编的那个辅导书 那这个题呢 我在这本辅导书上 就三一层书 电机学要点解题 这个呢 已经解过啊 解过 你最好看一下这个书这么求 这么求呢 当然是求导啊 因为图记是同步电机的 公交特性呢 比较长 最大值 然后代入数据是给大家说一些结论 是14.72 啊 14725千瓦 14725千瓦啊 这个应该是这个答案啊 这个这里面的data呢 求最大值的时候 应该求出来data是70.2809度 那这是比较重要的啊 比较重要的值 那么这一章的题目 我认为这三个题呢 是比较重要的题 所以也就是说 我给大家说呢 就是这个356 我把这个题目改一下啊 改一下 大家注意一下 就这个题呢 就是重点是356 把这个呢 我们先去掉 这个题啊 应该好好地做一下啊 356 那么这个题 那么这个题 就可以了 这个可以了 我们就满意了 满意了啊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同步电机的啊 同步电机的啊 这一节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啊 这一节讲到这儿 下一节课 我们讲同步电动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